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时候写的必有风味 必有风味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多过破的有限诗 过破的有限诗成为一派 文学史里对过破的有限诗有很多的介绍 对刘坤也有很多的介绍 因为我们上诗的关系 时间关系不能够多讲 请大家回去把这些事好好读一读 那么下面我们讲讲陶玉明 讲讲陶玉明 陶玉明是我们位置南部长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 下面给大家讲讲陶玉明 陶玉明在我们文学史上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 尤其是到了近现代 他是越往后越有名 云往后越有名 大家注意在魏晋在晋宋时期 南北朝时期 陶玉明不这么有名 不这么有名 到了唐朝 可是也不是很有名的 尤其到了宋朝以后 他可是名气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后来我们称他为田园诗人 田园诗 他写的田园诗很有名 但是历史上 史书里有时候称他是隐医诗人 隐居的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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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陶玉明为什么有名呢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些时代风气讲起 当时的时代风气呢 当时流传着 在诗坛上面 后来慢慢的流传着一种悬言诗 悬言诗 什么叫悬言诗呢 悬言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实际上就是一种讲哲理的一种诗歌 讲哲理的一种诗歌 我们说诗歌 我们这个学期给大家讲了鱼腐诗 给大家讲了古诗十九首 我们大家知道诗歌啊 文学一定要有一个特征 一个是形象性 一个是抒情性 形象性和抒情性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文学作品的两个主要的特征 我们大家知道东汉明帝时期开始啊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 中国原来最早的是道教 我跟大家讲了道 道 还有柔 柔 道 道 我们大家知道是老子庄子 可以创的 儒家呢 是孔夫子可以创的 那么后来孟子 荀子 他们都大大的发扬了儒家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思想领域界啊 实际上是两种思想 两种思想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 后来再进了一个佛教 社教 就是佛 佛 佛 道 是 道跟儒家 我们大家知道 它是有冲突的 有矛盾的 儒家讲求的是一种 积极进去的一种精神 讲究知其不可为之 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有时候是做不成功的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做 孔夫子宣扬人 用人来自立天下 孟老夫子在孔夫子的基础上最提出来要义 义 要讲仁义 义 在原来孔夫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 基本上是喝着这些乳汁长大的 道家鼓吹什么呢 道家鼓吹你呢 有些要顺应自然 主张无为 大家 我到美国去尽量看到 某某老师的家里门口挂着无为两个字 大家千万注意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 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无为实际上就做什么事情都要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去做你就可以取得成功 所以我给大家讲死记的时候啊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 他就对道家他有很高的评价 他对柔家也有批评 所以道这个思想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 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体现得非常好 非常好 你想我们古代的人只要 只要古代的思想也是学得很通的话 有些还是挺好的 有些还是挺好的 后来道跟儒本来是有点矛盾的 后来看到外国的佛教经理呢 佛教经理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儒家讲奋斗 道家讲无为 也讲求仙 道教后来讲的是这一辈子的享受 这一辈子的追求 追求的是长生不老 像彭祖能够花八百岁 对不对啊 你们我们同学当中哪个人不想活八百岁啊 那个八百岁多好啊 是不是 后来佛教进来了 佛教我们知道 这个教是释迦牟尼创建的 所以我们东方的教 如是道三家的创世人啊 大家注意 基本上同时代的人 基本上同时代的人 孔夫子跟释迦牟尼 跟道家的老子 都基本上同时代的人 同时代的人 孔夫子跟老子肯定见过面 肯定见过面 孔夫子尊称老子 老子其有龙虎 老子其有龙虎 为什么呢 北方从龙啊 我们中国的图腾 北方从龙的 老子应该是处地人 南方人 处地就所以南方 那么孔夫子说 老子其有龙虎 你老子真像龙一样 他是用北方的最高的图腾 去比喻老子 那么老子呢 称孔子凤 为什么 南方人从凤 从凤 冯夕 冯夕 这个就是 对对对对 孔夫子的一个 所以这两个呢 思想上是有点不同的 但是两个人互相尊重 这也不错 所以我们中国人 每个人心里啊 都有一种思想 就是 道家的思想 和儒家的思想 是不是啊 比方说 我们每个同学 我们这座同学 肯定都有儒家的思想 这些 为什么 没有儒家的思想 你就考不上浙江大学 我可以说 浙江大学区分多高啊 六百多分 没有那么个奋斗精神下去 你进不了我们浙江大学的大门 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同学当中 有没有第二次考大学考进来的 一般都第一次一考就中 说不定有个别同学说 我第一年比方考了大学不理想 我第二年再考 是吧 这也是道家的一种思想 第一年我觉得我考的不理想 尽管分数已经很高了 上了六百多分了 但是我还没达到北大 我再考一次 多个几十分我就已经一流大学了 这也是一种道家的思想 我顺应自然 我这次没达到 我再奋斗一年 是不是 不是说我第一次没达到 我就跳催自杀 这不对的 这个不对的 是不是 我们要顺应自然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佛教讲什么 大家知道吧 佛教讲的是雷势 佛教鼓吹的是雷势 佛教 你想想看 很多佛教里面讲的 你这一辈子为什么受苦啊 你这一辈子受苦 主要是你前一辈子做了孽 你前一辈子供得不行 所以你这一辈子你要好好的努力 你要做很多很多好事 那么你下一辈子你就好了 你看 这个佛教的理论一出来 很多农村里受苦的人忽然觉得 哦 找到答案了 原来我这一辈子为什么那么苦 因为我前一辈子啊 没有修行 没有修行到家 所以我这一辈子我要做好事 做好事 那么我把希望寄托在雷势 我把希望寄托在儿女的身上 那挺好啊 是不是啊 很多人找到了这个思想上的一个出路 我跟 我在佛学院间店职 有时候给佛教他们讲讲佛教文化 我跟我们浙江省的几个佛师里的方丈也很说 你比方说 原来灵影师的墨浴法师 现在已经去世了 上天做的那个定本法师 定本法师还是我老乡 我有时候过年的时候去看看他 他坐下来就给我弹佛理 他谈得头都是道 文化程度不高 他告诉我小学 我自己小学文化程度 但他谈的佛理非常好 佛理非常好 我有时候去拜访他 他就给我谈佛理 他谈得很好 他人为什么怎么样子 他佛教一套理论的 我们中国佛教传到中国以后 产生了很多的很大的反响 你看很多农村的老太婆 他尽管自己这一辈子非常继续 是不是啊 但是你说到佛师里去捐钱 他两百三百拼命的捐 有钱他就捐 捐了之后他为什么 为雷势啊 为雷势啊 打下基础 是不是啊 给人一希望 佛教给人一希望 这三个教 我觉得 都还是劝人与人为善的 劝人做好事的 我觉得很好 你比方说我到西方去 基督教 耶稣教 各种教 我有时候也去接受 我在美国的一年 那一年过圣诞节 我就跑到一个教堂里去 跟他们一起过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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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主教坐在上面 我们就下面听 他就咕噜咕噜咕噜 讲得很好 后来我出来的时候 我去可以 我去见大主教 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去见他们 跟他合个影 我个子算高了 大主教还比我高半个头 非常漂亮的一个男子 非常漂亮的男子 比我还高半个头 非常魁梧雄伟 非常漂亮长得 所以他主教有时候也选得也很好 很好 真的 大家有兴趣我什么时候把照片带来给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 我讲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讲的 用很短的时间把三个教讲一讲 主要讲什么 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说明宣言诗 宣言诗 就是说发展到陶渔民子前的时候 三个教基本上处于平衡的状态 平衡的状态 明白这个意思吧 并不是说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的事情 比方说把佛教灭掉 有些皇帝上去之后把道教灭掉 也有的 但是在东晋时期 基本上三个教处于一种平衡的时代 平衡时代 儒教跟道教结合 当时形成了一个旋理思想 旋理思想开头是排斥佛教的 但是后来他们觉得排斥不了 干脆把佛教思想也吸收进来 所以三个教的思想最后集中到一起 在诗歌里面得到反应 最后形成了一种诗 这种诗就叫宣言诗 宣言诗 所以到了东晋时期 大家看看屏幕上 四座清探旋律的风气很深 很深 那么对文学的影响也很大 那么出现了像孙措许迅等一系列的作家 他们写文章写诗歌 他说 诗别诸夏子此归 辅乃七原子异书 以道教的思想为主 以道教的思想为主 他们把这种思想 要观传到文学当中去 宣言 宣言 宣言诗 所以宣言文学呢 占了文坛的统治地位 这种文坛呢 这种文学呢 在思想内容上面呢 也严重的脱离了现实 尽在谈论一些哲理的事情 那么在艺术上呢 失去了它的形象性和抒情性 还有生动性都失去了 所以当时宣言诗啊 弥漫的思态 弥漫的思态 我们今天可以找一些宣言诗的说明问题 大家有兴趣的话 以后我们可以选修课的时候 可以大家讨论讨论 那么一直到东京陶月明的出现 才给文坛带来了富裕现实内容 具有托特风格的作品 托特风格的作品 我们先讲讲陶月明这个人 陶月明他出生于一个大家族 他是财商人 江州财商人 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北部 财商 他的曾祖父呢叫陶康 陶康是一个出生贫苦的 赫磊靠军功起家的一个大将军 大将军 他做到了大将军大司马 这样子的大官 地位很高 尤其在东京时期呢 他是理由大公的 所以陶月明出生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陶康有十六七个儿子 十六七个儿子 儿子很多 因为做了大将军以后 古代男人就讲 有很多女人 生了很多的儿子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 正是传下来的只有一个种子 可以继承他的位子 可以继承他的位子 那么其他的儿子 这一派一派下来呢 地位会越来越低 因为越来越低 那么陶月明的祖父啊 据说做过太守这样子的官 太守这样子 陶月明的父亲呢 也据说做过这样子的官 但是到了陶月明这一辈子之后呢 我研究过陶月明啊 我觉得他的官呢 做得就不大了 不大了 尽管出生于一个四家大族 但是陶月明做官呢 还是做官呢 做种不大的官 陶月明做过什么官呢 我们可以看看 我在后面给大家写一下啊 陶月明29岁的时候啊 他出来做了一个官 叫江州鸡酒啊 江州鸡酒啊 江州鸡酒 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我估计啊 最多可能就相当于江州的教育局局长啊 教育局局长 一个地区的教育局局长 我想也只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啊 处级干部啊 后来他做了参军啊 建威参军 政军参军啊 这个参军寺呢 这个参军这个位子呢 最多我想也就是 比方说团阶 也不高的 差不多的 那么他 这些所有的政务啊 他都做了一段时期 他就回家去了 回家去了 不做了 陶月明是胸有大志的一个人啊 你给我做个小官 我哪里看得起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在真正隐居以前 他做了一个官叫彭子令 彭子令 彭子令嘛 也就是一个县令了 也是一个处级干部 呃 是不是跟当时东晋时代这种 门婴制度有关系 说不定有关系 他做了一做起就是做处级干部 陶月明最看不起的就是小官 他是胸有大志的一个人 他有大忌苍生的壮志 但是当时门法制度呢 发展到了顶点 你假如你父亲是很大的官 你儿子假如继承的位置 你位置都已经摆满了 摆满了 所以陶月明呢 他呢 遭到了压抑 压抑 因为他的家 陶月明这个陶刊呢 他也有很 朝廷里也有很多的对头人 就正宗的继承人呢 也变来变去的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呢 不可能多讲 我研究过陶月明的 全家的一个史 这个史事 就研究过 我给研究生啊 大家可以陶月明研究这个课 那么陶月明呢 得不到这种比较高的一种位置 再加上当时政治有极端的腐败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 想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 陶月明直到二十九岁的时候去出世 那么以后十多年时间里面呢 他做来做去做不到高的管啊 因此他几十的报复无法实现 并且必须将自若深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 最后他做了彭子令 做了只有八十三天 八十几天做了彭子令以后啊 他提出来不为无斗米之谣 以辞官归隐 辞官归隐 回去了 这个无斗米啊 我们等会再解释 有些人说他奉了无斗米 也有些人说江州这个地方 无斗米道啊 盛行 那做官的人也姓无斗米 所以他们呢不愿意为无斗米之谣 最后呢辞官归隐了 陶月明的归隐 是对巫作的现实完全绝望以后 采取的一条接生首次的一种道路 归隐后的陶月明参加了劳动 他留下了很多田园寺歌 值得我们啊好好进行研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师傅